美国的司法他喵的就是一个笑话 前两天有个19岁的印度大学生啊 他在网上自曝 他能说他为了申请美国的名校 做了什么什么的假 是做了怎么怎么做假的 他把这个过程呢 全部都自曝在这个论坛上 只是没有写自己的名字 后来被这个论坛的管理员发现以后 去调查以后发现 他是美国某某名校的学生 然后就举报到了这个学校 结果呢一查他还真就是这么做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这个是咱们留学中介一直都在做的 就是伪造什么成绩单啊 伪造这个学校校长和老师的推荐信啊 不是人工伪造 他是用了那个Chat GPT来伪造 然后呢他更神奇的地方是 他骗了这个学校的奖学金以后呢 他又跟学校说他爸已经死了 所以呢他没有钱 负担的企业他从印度到美国去留学的这个费用 所以学校又给他增加了这个奖学金啊 让他还给他提供机票啊 实数啊啊 所以呢他到美国读大学的这几年 包括路费都是由学校支付的 一共付了八万五千美金 这事儿吧 如果他自己不在网站上自报的话 没有人能查出来 他还能拿到这个名校的毕业证 美国的司法搞笑就搞笑在 他认罪了 他的罪名就免了 坐牢也不用坐了啊 然后呢钱也不用还了 只是把他钱送出美国 回到印度 这事儿就完事儿了 你说这犯罪都没有成本 也没有任何的惩罚 那是不是会助长以后越来越多的人 这样犯罪呢